第七百九十五集 你们白痴啊 你有了PK值 千里醉就一定会领你的通缉任务吗 如果他没领你的任务却杀到了你 怎么办 啊 频道里一片寂静 卧槽 我已经杀人了 频道里突然惊叫一片 在游戏里弄一点PK值 可以说是最最最容易的事了 只要杀个人就行 这玩家还满街都是 认了这办法有道理的玩家 立刻专心寻找目标 动手去杀了 等杀完再回频道一看 惊了 白痴 你们真是白痴啊 云中木迪此时也反应过来 痛斥着 牧云行会这边 会长云中木迪正在大发雷霆 痛斥那些主动申请PK值的玩家 浑然忘了 就在频道里那一声音出来之前 他本人也有种 想要去砍个菜鸟来PK值的冲动 频道里愁云惨淡 云中木迪问了一下 都有谁主动申请PK值 一连串的我迅速把他刷晕了 大象乱踩这个伟大的主意 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响应者如云 只那么一瞬间就有百人 就近申请了PK值 余下没领的 多亏了频道里那反应迅速的声音 也多亏了他们身边正好没有趁手的目标 凭空多出一百余名PK值携带者 此时大气都不敢出啊 由着会长在频道里训话 眼看会长都训到没词了 终于有人弱弱的问了一句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们不是安全了吗 去找千里最PK啊 就那种喜欢接人短的家伙 在这种时机 当然要吐槽一下了 结果自然是引来一片非议 其实云中目的 何尝不想这么赐一下 这帮家伙一句呢 但他深知自己身份不一样 这个时候还这么冷言相向 是识人心的一件事 最后略想了下 也只能到 都尽快把PK值洗了吧 结果立刻又有声音到 会长 这个时候通缉榜上的目标 没准大部分都被咱们的人给占领了 现在去领任务 这 云中目的听了一针 普通玩着领任务 只能看PK值和编号 在追到目标前 根本不知对手是谁 眼下这局面 倒真太有可能领了自己人了 去做通缉任务 遇到千里最怎么办呢 同样还有人问着 这个问题更头大 百多号人要洗PK值 云中目的 总不能给他们一人 派一百人保护吧 而且百人队 也未必是千里一罪的对手 自首吧 思前想后 云中目的 觉得只有这么一个办法 是最保险的 于是 大堆人泪汪汪的 跑去监狱处自首 为自己没事找事 自作聪明 流下了悔恨的泪 搞出这主意的大象乱彩 此时更是惶恐不安 自己闯下这大祸 被直接踢出行会 也不过分 不过云中目的 这会儿 倒真没心思 去处罚他这个罪魁祸首 他们目云 闹出这么一个大乌龙 那边黑色食指已经听说了 正在嘲笑云中目的 同时庆幸 自家行会 没出大象乱彩 这样的人才 在城里的PK值携带者 自然很快 到监狱中申请坐牢 但城外的玩家 此时却还在着急忙着 往家赶 主城共有东西南北四门 而四十几以上玩家的 炼吉区 主要是在东北 两个城门以外 此时两个方向的玩家 虽然并没有事先沟通 但大家同时从炼吉区回城 渐渐地却走到了 同一条道路上 大家互相默默地注视着 心中想法各不相依 沐云的玩家 神情颇有些尴尬 他们这一簇人中 自领PK的不在少数 而黑色同盟会这边呢 秉承了他们会长的精神 对于沐云 这一干本是难兄难弟的家伙 投影了奚落的目光 两边无话 各走各的 方向却是一致 脚步也一样匆忙 就这一路上 他们也不断地 听到有人被千里一岁 袭击的消息 这让他们很清楚 千里一岁 一直在坚持猎杀着他们 也许下一刻 会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这个情况他们知道 两大会长更是清楚 他们其实早意识到 这些人正好算是一个 引诱千里一岁现身的诱饵 已经在号召各行会 集结人手 过来接应 发现千里一岁的话 正好急于反猎杀 聚集队伍再朝这方向赶来 这都需要时间 尤其是面对对手是千里一岁 人数少的队伍根本不敢上路 非要和其他队伍也聚成 一股数百人的团队不可 云中目的和黑色食指 苦口婆心 劝说这些个会长 千里一岁是在东城门外 你们的人还他妈在北城门外的 练集区练集 怎么可能遇到 你们全朝东城门那方向赶 自然而然不就聚成大军团了吗 但没人听 所有会长像是串通好了一样 都说什么 这事他们说了也不算 是会里玩家在聚其人手之前 统统不肯上路 黑色食指和云中目的 咬牙切齿啊 也说不清这些家伙是真正没见识 还是故意如此拖延时间 不想为营救两家行会 被猎杀的成员出力 两人很无奈 只要催促自家行会的成员迅速集结 这些人有城里的 有城外的 城里的急了往城外赶 城外的急了往城里赶 北城门外的往东城门外赶 反正都是一个目的 尽快对千里一队进行反猎杀 但是很遗憾 城队的玩家移动速度 只能算作是短腿 骨飞单枪匹马 比他们不知要快多少 云中目的和黑色食指 不断听到的都是噩耗 一个又一个的玩家 野外被千里一罪干掉 有回监狱的 也有回复活点的 等他们大步人马集结到时 不知道损失多少人 这损失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令二人心烦的 是在行会里已经传开的 退会不杀的声音 如果不能再给千里一罪 以此迎头痛击的话 行会成员真失了信心 开始退会的话 两家可算是要完蛋了 此时的顾飞 一路猎杀目标间 不断地适领任务 任务数已从34升到40 中间已有七个完成 只是因为还没有交任务 游字存在在清单当中 这些任务全部完成交调的话 可喜PK值47点 但就这一路猎杀 平均寓一队人 是一个任务两个PK 结果PK值 现在倒是已经跳到了197了 突破200再望 此时清单中的目标坐标 却是分成两类 越来越是渐进 顾飞知道 这是对方在统一调度下 朝着统一方向前进 渐渐已经合成一路 一路是北城门外那边的 此时再赶过去 怕也是有些来不及了 至于东城门这边的 顾飞抬头望了望 他都已经看到 那朝归城大道上 汇集着的人流了 这些玩家 可也是一直注意着四下的 随时提放着千里一对出现 当顾飞的黑色人影 见以清晰时 无数人都已经惊觉 大叫着千里一罪来了 一边给各自会长汇报着 团结一致 抵抗千里一罪 两会长倒是早就知道 他们的增援不可能比千里一罪更快 已经商量好策略 要靠这些玩家去抵抗 拖延一下时间 而且有一个很不错的理由 千里一罪追到你们 正好说明 他是领友通缉你们的任务 所以就算他击杀了你们 也不过是去监狱 而不是死亡调集 而一旦你们击杀了他 一百九十点PK 千里一罪 从此是路人 这个推论倒是极有道理 众人都挺信服 既知不会死 心中俱意 自然是消了大半 倒是其中一些 后来主动申请PK值的 墓云玩家 心中有些忐忑 他们担心的是 千里一罪这么忙 会不会还没来得及领 他们的任务上身呢 随同的队伍中 不只有PK玩家 一些本在一起练集的 同队玩家 当然不会在接到撤令时 还自己练下去 此时也在其间 这里共有两家行会 共24支练集队的集合 每队人数9至15人不等 玩家总数总共是267人 这已经是相当庞大的团队了 但面对千里一罪 两大会长想到的 都只是拖延时间 顾飞迅速追上对手 一看对方 也已经停止逃窜 正集结起来 反身准备迎击 这是顾飞一路猎杀下来 头回遇到的抵抗 精神一震 一扫对方阵势 估摸着人数 该在200左右 练集队的集合 那职业分布 自然是最佳状态 配合的话小范围内 应该也挺娴熟 顾飞很冷静 没有急着就冲上去 距离一定后就停下脚步 但对方看千里一罪过来 却很慌张 此时他们只是练集队的大集合 连个统一的队长都没有 而且还是两家行会 其实并不如顾飞想象的那么铁板 一看顾飞进了射程 弓箭手们纷纷自作主张开始射击 267人 各职业比例相当 弓箭手总数不过30到40人 弓箭手总数不过30到40人 弓箭手工夫步伐走位 全然没把这点弓箭手放在心上 一边躲闪 一边朝后退却 弓箭手们为了射到顾飞 不由自主的就追了上来 但队伍却有人冷静 连忙大喊 不要追 他不敢过来最好 弓箭手们文言回头 一看自己都和大部队 脱开部分距离了 顿时也是一头冷汗 在传闻对酒当歌 被千人斩的那一意中 千里一罪就是洋装逃跑 把弓箭手和盗贼两大敏捷职业 带离了队伍 随后回头逐个击破 在之后短腿大部队 虽有数百人 却只能被又有敏捷 又有远程 又有高攻击的千里一罪 戏弄到死 今天这家伙是故技重施啊 好险好险 弓箭手们检讨着 连忙回归了本队 顾飞其实啊 还真就有这个心思 但一看对方竟然看破不上当 二百多人面对自己一人 搞出的是防御姿态 弄得他也是很无奈呀 弓箭手正面相抗 身后就是攻击距离第二的法师 这两大职业都堆在了这个方向 那他们的侧面或者背面呢 顾飞观察对手阵型 突然有了想法 顾飞突然迈步 朝着对方阵型的又一绕去 这一个很简单的走位 却让对方阵中一阵混乱 站位走位都是网游中 很有技术含量的两门技术 在团队站中 站位是基础 而走位其实也是为了保持站位 拿现在这个局面来说 攻前法后 这就是两家行会玩家决策出的 应对顾飞的站位方式 但是此时顾飞突然绕向右翼 要想保证这个站位 他们就必须走位 将攻前法后的站位 保持到顾飞所绕成的右侧 这个走位并不难 而且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只需要一列玩家站立不动 所有玩家以这列玩家为轴心 保持着阵型转动走位即可 而在场玩家选择的正是这个做法 时间紧迫 数列需要时间 于是他们就用不着数的右侧第一列玩家 作为了轴心 前排攻守 追随顾飞脚步 立即转头 并转向了右翼 然而在他们的身后 法师走位却很勉强 因为他们并不具备弓箭手的移动速度 越是站位靠近右侧的玩家 越临近轴心 移动幅度越小 倒看不出异样 但是站位越是左侧 所需移动距离就越大 这移动速度上的差距 可不是玩家咬一咬牙 或者憋一股劲 就能够解决的 两家行会的阵型 越往左偏 就越发的显得混乱 然而顾飞的走位 却还没有停 他依然在移动 他与对方的阵型保持了三十米距离 让自己不至于踏入法师的攻击范围 以此为半径 准确地移动着 这个距离弓箭手倒是可以攻击 但一边跑一边射 准度依然没了保证 顾飞的走位步伐 又是常人无法看穿的诡异 结果连追踪时好多 都没能瞄准目标 顾飞以三十米为半径 他移动的距离更加远 但是他的速度帮他弥补了这一点 弓箭手和盗贼等敏捷职业 自然是可以轻松地跟上顾飞的走位 但顾飞带乱的 本就不是弓箭手或盗贼 他要带乱的是其他短腿职业 要保持站位 走位的可不能单是弓手和法师两种职业 所有人都得走位 于是除了弓手和盗贼 其他人全部因为速度不足 越来越乱 而顾飞脚下不停 硬生生地走了足足三圈 两家行会玩家根本无暇多想 只能追着他狂转 顾飞一动越快 他们生怕一个迟疑 就让顾飞成功绕到弱侧 近身来饭了 三圈过后 顾飞停下了脚步 举弓箭手烧轻了口气 但回头一看 脸都绿了 他们的站位倒还算整齐 但他们身后 约往左侧空间越大 短腿职业被甩开大截 队伍列成了两股 承扇状打开 两股队伍 像是两根孤零零的扇鼓 顾飞却已经迈步开始冲杀 弓箭手的拦截 依然被顾飞飘忽的步伐 视若无误 而原本在他身后 会以强力范围法术 铺开在这三十米距离上的法师们 也已经绕圈的过程当中 吊队的吊队 撞晕的撞晕 而顾飞更是选择了队伍最左侧为突破口 队伍右侧因为移动幅度小 尚能跟上小队的法师 连忙过来支援 顾飞已经逼近身上 瞬间移动双眼闪 最后六米的距离 对顾飞来说就和不存在一样 法师的攻击落到了他的身后 顾飞闪出这个左侧弓箭手阵中 一圈火光卷出 这根上骨立刻就截去了一截 顾飞顺着弓箭手对裂 就直杀下去 渐渐不带落空 被甩开的短腿 此时也正在冲上 却被顾飞移到电流墙壁给阻断了 跟着两个范围法术 惊得众人是抱头鼠窜 顾飞这一股作气 法术用得太溜 虽有法力回环不停息地回复 却还是瞬间就把法力给清空了 接下来只能物理攻击了 却也杀得弓箭手东倒西歪 顾飞知道 没有法力杀伤力不足 要干掉一个弓箭手 就会放跑更多的弓箭手 于是多用些勾半扫撩撩的下盘功夫 弓箭手交手每两回合 就被他放翻在地 而且放得很有方向感 一个倒下去 另一个再扑下去 下面的响起来 上面又压下来一个 弓箭手没来急跑 硬是被顾飞堆起了一个人堆 法力回复刚一到位 回身一个双眼闪 就朝着人堆劈了下去 这弓箭手们还朝哪躲呀 人堆让死亡白光 重重叠叠起 升起足有两米多高 白的刺眼 弓箭手三十多人 这一合呀 就叫顾飞灭了二十人呢 对方其他各职业 总算已经围僵上来 顾飞却不练战 甩甩长跑 转身就跑 那一堆子短腿 又能把顾飞怎么样呢 盗贼倒是有速度 却没一个敢追的 一个个傻着眼 看着鱼下那些 已经跑散开的弓箭手 一个个正惊惧地望着顾飞 都不敢再放箭了